我自己過了人生經驗裏面 可以當是兒子去誘導他 什麼都不用說 一到步就大家做好自己的事 之後就一起去做 我覺得這個才是個默契 我是陳崇禮 我在19年9月入職病人服務助理 你好,我是李嘉榮 同事也叫我榮 在20年11月入職 我以前是跟車送貨的 一來想轉換新環境 那時候對著死物 想試試對人 因為我媽媽也是在另一間醫院做病房服務病人 醫院可以試一下 現在感覺上真的在服務人 之前我在一間貨櫃碼頭做事 我是在退休才進入醫管局做事 之前也是 在公餘時間我都會做一些義工工作 救病扶藝 是我自己的抱負 那麼難得現在退休 可以全心去工作 可以更加可以負負市民 我們日常的工作 主要都是日間老人科 主要都是接送老人家回來做迷你治療 這樣我們每天早上都會7時多回來 檢查一些器材和升降台的正常操作 大小的分別都是因為大喜是做司機 我們要負責在車廂裏面照顧患病人 今天怎樣 我們有三個同學 一個是田家餅的 一個是YOHO 一個是草屋邨 好 我們一輛車裏面不只是做一個病人 是有兩至三個睡床或者一個是坐的 精靈一點的可以上車先 如果是弱一點的 我們最後來才送他上車 點對點也送他去另外一個地方 可能我拿著車子進去對病人 麗哥就從車子進來 可能就拿著床 拿著氧氣進來 什麼都不用說 一到一步就大家做好自己的事 通常做事都會 我做好給你看 下次要學那就可以了 怎樣有耐性去對著病人 我覺得這個就是麗哥所學到 就是慢慢和他溝通 去瞭解他不用緊張 就是會安撫他多一點 發生第五波時 是在二月至三月中的最高峰期 曾經有寒冷警報 我們會覺得很冷 事實上我們沿途都要開著窗 去到足高彎 排隊分配房間給病人 那時你上洗手間 可能忍幾個小時 治過三十幾度 醫治過二月至三月 治過三十幾度 我們流著汗 穿著PPE是很焗很熱 汗是流到熱對眼 是需要到停下車 抹完汗才繼續去行程 那時醫院門外出入 有些確診病 要去QE或阿博 但同一個門口都會送鐵箱 安撫著過身的人 那時看到麗哥 神情比較悲傷 之後便沒事 就是這樣 很感觸到這個環境 就覺得自己 同時間在競賽中 希望疫情之後 我可以約他去打羽毛球 打籃球 可能不夠他搶 我都嘗試一下 當作做運動 我就跑一下跳一下 就這樣 運動之餘 要有兩個吃飯 現在 喜歡哪裏有美食 真的要吃 喜歡吃東西 我喜歡吃東西 我喜歡吃東西